悉尼和墨尔本再度封城延期 是否将会意味着银行股将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我们知道悉尼和墨尔本连续两周的封城 分别在上周以及这周被宣布将会再次延期 以目前每日的新增数字来看 悉尼很有可能将会封一直 这个封城分到8月中甚至于8月底 而墨尔本也要最早将会要到下周才会解封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当时的悉尼应该说是在疫情的控制 是非常不错的 对比整个2020年 墨尔本的封城时间高达了140天以上 但是悉尼全部加起来 当时仅仅只有42天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我去悉尼出差 我就感觉到悉尼人流是非常的密集 在市中心 似乎你感觉不到任何疫情来过的痕迹 但是墨尔本 即使是在今年年初已经解封之后 这个市中心商店也倒了三分之一 人也是非常冷冷清清 加上天气非常的阴冷 让人的感觉是非常的不好 对比两个城市 就像之前我说到的 感觉就相当于是 同样是两个海滨城市 但是一个是中国的北方大连城市 另一个是南方的深圳 无论是人天气还是城市 相差都非常的远 当然我在这并不是说大连不好 只是相比于深圳来说的话 繁华度等等各个方面 深圳应该说是好处了一大截 但是这个情况在现在 特别是在五月份之后 是出现了反转 那么这次的Delta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变种病毒 使得悉尼那边的封城时间 从原先预计的两周 现在可能将会大幅延长 至八到十周时间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将会给悉尼零售业 包括墨尔本也好 等等地区的这些零售业 产生巨大的打击 再加上现在悉尼实施的是硬封锁 也就是即使是在去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允许建筑工人继续造房子 但是在这一次的封锁中 严厉应该说是后续 禁止了建筑行业的继续施工 这也使得接近于六十万人的 参与建筑的产业链上下游 不论是建筑工人 水泥工电工 或者是泥瓦工 没有了收入 我们知道和中国国情不同 在澳大利亚这些建筑行业的人 大部分是自雇人士 说白了就是咱们说的个体户 他们平时并没有固定的工资 而是只有接到活才会有钱 那么如今以来这六十万人 四到六个星期有可能就没有钱 如果没有政府补贴 毫无疑问 他们的升级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 最近有很多朋友们在问我 这是不是意味着悉尼要封八周 墨尔本可能要封四周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重蹈去年的负责 什么负责呢 房价在半年之内下跌10% 或者是股市在两三个月之内下跌30% 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们同样对比 虽然是封城 虽然是四到八周 但是在去年这个时候 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在这种市场中 一个最大的问题 股市下跌也好 房市下跌也好 它一个最大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因为坏消息 而是因为坏消息 给人们心里带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什么不确定性呢 以去年为例 当时疫情爆发之后 大家并不知道 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能够研制出来 什么时候能够全民开展 也不知道经济啥时候能够恢复 但是到这个情况 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 政府的补助 现在是已经到位 第二的话 我们也知道这个疫苗 虽然说现在澳洲还没有到 但是已经在路上 将会从八月开始 每周到获100万剂 加上现在的辉瑞 以及莫德纳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心里 并不会像去年那没有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加上央行 一直是以非常低的利息 在撑住整一个市场 所以钱 政策 疫苗 三项巨大的差别 让我觉得 即使这次悉尼封城 墨尔本封城 四周 甚至于更长时间 但是对比去年 也不会发生像去年出现的 股市下跌 和房市下跌 那么会不会完全不跌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毕竟知道 从现在到九月份 或者说九月份 正是全民开打 这中间大约有一个半 到两个月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就变成了 一个难得的空档期 会上呢 你啥事也做不了啊 澳洲并非没有疫苗 只是有的是英国的牛津疫苗 大家不愿意打 加上呢 政府的宣传上 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联邦和地方上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使得民众呢 对于这个牛津疫苗 是越来越害怕 所以从现在到 这个辉瑞疫苗 正是完全不限年龄开打 中间的八个星期 就会出现股市 以及其他市场的 短暂性的回调 但是我觉得 到了疫苗 开始全面恢复之后 也就是九月之后的话呢 不论是股市 还是房地产市场 都将会有巨大的反弹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预计在 今年的圣诞节之前 澳洲的疫苗接种率 将会达到50%以上 那个时候 我们将不会再面临 再次封城的危险 好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你们下次收看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